这幅画原代大画家黄公望留下来以后 它后来分成两卷 一卷在浙江博物馆 一卷在台湾故宫博物院 然后它分隔海峡两岸 在11年的时候 两卷何必展出了一次 那么其实这也代表了我们海峡两岸人民 渴望统一期盼在一起的这么一个愿景吧 所以我们很想将这幅画背后的这个故事 搬上舞台去体现两岸人民 渴望统一这种愿景 也是用这样的文化的形式 去更好地促进两岸的这种文化交流 艺术的交流 还有我们年轻人的交流 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作品 我们创作这个的初心 其实就是为了加强更多的交流 因为作为企业来说 我也觉得企业应该有企业的家国情怀 有当当 所以创作这个作品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 去感受这幅画背后的历史故事 感受我们这种血脉相连的 这种情感 亲情 其实最大的难度是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表达 涉及到灯光 音响 舞美 音乐等等 一个新的焕发着活力的一个市场 我相信接下来会很顺利 物理空间上的隔阂 它是抵消不了我们的很多的情感的交流 我们完全可以借助网络 我们借助更多的新的一些沟通的方式 来实现我们两岸的文化的交流 尤其青年人们的交流 所以我觉得借助这样的网络传播 也是非常棒的一种形式 这次的创作 其实我们整个艺术表达吧 将整个交响乐团都放在了舞台上 这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今天晚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还有在我们创作 其实花了很多心思 我们导演是来自北京 我们的编剧是来自江苏省 我们的演艺集团的魏强老师 然后我们的故事背景在上海 我们这幅画藏于浙江跟台湾 我们的这个出品方也是浙江企业 我们用的班底是福建省歌舞剧院 跟海峡交响乐团 我们的作曲老师是李海英老师 也是妻子之歌的作者 所以包括我们海峡交响乐团中 有一半的演奏家来自台湾籍 所以我们在这个作品中 其实集合了两岸多地的 艺术家共同的参与 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意义 我期盼着我们的交流 在线上之外 更多的能在线下也走起来 因为我觉得交流非常重要 文化的交流 艺术的交流 经济的交流 用我们这种交流来促进 我们彼此的一种信任与了解 我相信在充分的交流后 我们大家能走到一起 实现我们伟大的复兴 实现我们民族的团结